好同学们我们继续来看今天的立武之道题目 在一所学校里有穿绿黑青白紫五种不同运动辅导五支运动队参加长跑比赛 其中有ABCBE五位小学生猜比赛者的名次 条件是每个小学生只准猜两支运动队的名次 那么A就猜紫队第二名黑队是第三名 B就猜青队是第二名绿队是第四名 C就猜绿队第一名白队第五名 D就猜青队第三名白队第四名 E就猜黑队第二名子队第五名 在这五名同学中猜完后发现每人都猜对了一个队的名次 并且每队的名次只有一个人猜对 那么请判断一下这五名同学各猜对了哪个队的名次吧 那么为了方便同学们去分析呢 老师把条件进行了一个提取 我们把提取出来ABCDE 对吧 这样一看就很一目了然了吧 对不对 先把题目中要求来一起来分析一下 说每个人都猜对了一个 明白吧 那也就说明了A这两个句话中有一句话是对的有一句话是错的那可能是前半句对也可能是后半句对吧 对不对 好再看第二个并且每队的名次只有一人猜对什么意思 就第一有一个人猜对第二有一个人猜对第三第四第五都只有一个人猜对吧 那正好五个人正好是五个名次吧能理解老师意思吧 A那说明第一名谁猜的第一名 你发现好像只有C猜的第一名吧 那只有C猜的第一名 而根据题目条件每队的名次都有人猜对 那说明这个第一名就非谁莫属了 非绿对莫属了吧 能理解老师意思吧 对不对 你会发现这道题虽然它不知道真假 但是我根据题目中条件的一个特殊性 我就可以直接得到这句话是真话 能理解吧 老师再把这个整个过程再给你梳理一遍 因为每一队的名次都有人猜对吧 对不对 所以第一名肯定有人猜对 而只有一个人猜第一名 所以这个第一名一定是对的 那这个第一名对 那这个第五名就不对了吧 那这个第五名不对 那除了这有一个第五名之外 还要哪有第五名 这吧 对不对 所以这个第五名就一定是对的 那这个第五名对了 那说明这个第二名就错了吧 对不对 那除了这个第二名之外 还要哪有第二名 这两个地方都有第二名吧 所以第二名暂时先不看 继续你看 子对这边告诉你是第五名吧 那说明了子对就不能再是其他的名次 所以这个子对第二就错了吧 那子对第二错了 那么黑对就第三 那这个第三对了 那这个第三就错了 那么这个第四就对了 这个第四对了 那么这个第四就错了 那么这个第二就对了吧 所以第一名绿对 第二名青对 第三名黑对 第四名白对 第五名紫对 而且正好是每一个人都猜对了一个 并且每对的名次都只有一人猜对吧 对不对 你会发现 这道题虽然咱们讲 它是一个不知道真假的一道题目 但是由于题目矫见的特殊性 我有没有用假设法 没有用假设法吧 对不对 直接得到最终的答案 明白了没有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最终的答案 绿青黑白词 这道题采用的方法就是寻找特殊条件 OK 也就是说我们在做这种真假判断的 需要用假设法进行推理的这种题型的时候 有一些题目我们不得不假设 但是有一些题我们要关注特殊条件 什么叫特殊条件 举个例子 在刚才的例五中 唯一的那个条件就是特殊的吧 明白了没有 好了 那我们今天呢 其实又把列表法和假设法 给同学们重新梳理一遍 记住 列表法适用于全是真的条件的一些题 对不对 而假设法在不知真假的时候 是非常有用的 同学们讲完没有呢 好了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同学们我们在这个再见咯 拜拜